这题目是这样的 题目给了一个graph 问ABCD是哪个选择在形容这个graph 我们可以把这个graph的point 代到ABCD的选择 把这些不可能的答案篩走 这里有个point叫0度-7 第二个point叫120度-7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point分别量到选择 看看可不可以把这些不可能的答案篩走 如果是0度-7 即是x变为0度 y变为-7 发现ABCD这四个都符合的 即是你把这个point放下来 是拆不走一些不可能的答案 这里也计算一次 譬如x代为0度-3-4cos3-0度 你应该计算3乘0度 也计算是0度 也计算是0度 也计算是-3-4cos3-0度 cos0度就是1 所以-3-4乘1 即是-7 所以你能够看到ABCD的四个也是-7 所以这四个graph都穿过0度-7 所以就不能帮你把这些不需要的答案 我们可以代第二个point 就是120度-7 如果把120度-7 到ABCD那里 你会发现C这个就会是 把这些不需要的答案 之后只剩下ABCD也有可能 因为你把这个point放在ABCD那里 都会计算是-7 即是说 你发现代point这个方法 其实是未必能够帮你把正确答案找出来 所以你要有少少tricholometric graph的知识 其中一个考虑方法 就是考虑这个graph的最高点 即是maximum value 和最低点minimum value 那最低点 即是minimum value 我们已经考虑了 因为你已经代了两个point 因此我们考虑最高点 这个curve 它最高点的y座标就是正1 你看到 这个是最高点的y座标 所以看回 A Foi 它们的maximum value 就应该是1 我们看看 A maximum value of this function -3-4 乘cos3x 就是正1 为什么 就是 将cos3x 变成-1 的时候 整个功能 就是正1 B D -6-cos3x 的maximum value 就是-5 因为你将cos3x 变成-1 它最大都是 -6加1 就是-5 而D的最大值 -4-3cos3x 就是-1 因为你将cos3x 变成-1 -4-3乘成-1 也是-1 A Void. 这三个的maximum value 分别是正1 -5 -1 因此正确答案 就是A